大家好,我是Raymond,今天我很荣幸的邀请到Mr.Simon 你好 他是一个做体育生意的老板 他也是上了一个课程叫Miracle of Capital 所以我让他分享一下他在Miracle of Capital学到了什么东西 谢谢你 大家好,我是Simon 我是这个资本奇迹新加坡第一届的学生 我是在今年一月中上这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之前我们都是自己这样慢慢做这个企业 都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 那上完这个课程呢 我发觉到他让我们对于资本运作有另外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受 那从这个课程里面呢 黄博士他教了我们很多如何重组你的公司 你知道公司要如何去规划他 找出你的团队 那你的公司你要融资才有办法做得到 那你能够如何去在三到五年之内呢 规划你的公司如何上市 如何把它公司规划到能够有清晰度 可以可量化可投信可行性 谢谢 OK 我们另外一个问题要问Simon的就是 我们想问他就是要分让他分享一下 他怎么用MOCU所学到的融资的原则 把它运用在他自己的生意里面 谢谢 上完课之后 当然我第一次上完的三天之后 还不是很明白 那我总共已经复习了五次 那每一次的复习呢 我都领悟很多 那目前呢我自己已经 有从对我的体育的公司 我重组了一间新的公司 我也有架构了一间那个控股的公司 现在目前底下有四间的公司 那我们都已经在做那个三到五年的这个金融路线图 如何把公司在美国做上市 那目前呢我也在做这个融资的动作 那通过我们所学的东西 我们的投资者他会很清晰的知道我公司的愿景 ok我们的价值观 那我们的那个经营模式 我们的商业模式 哪一些是看得到哪一些是看不到的 那他们对对我们的公司 投资的话就非常有信心 因为他看得到他那个回报 谢谢 谢谢我们很谢谢Summon的分享 so下一次我们会再访问比较多的企业大 谢谢你